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香港反送中運動當中出現的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 香港的這次反送中運動可以說是一次 政治反對運動策略方法的展覽會 不僅僅有傳統的遊行集會,罷工罷課罷事 還有包圍中聯辦,包圍警署,還有各種創新手法 比如說機場合理飛,雨傘擋噴霧,水澆吹淚彈 等等,還有從別的地方學過來的抗爭手法 比如衝擊立法會,這是從台灣的太陽花學運裡面學過來的 手拉手組成人鏈,這是從波羅的海三個國家 反蘇聯的運動當中學過來的 昨天香港又出現了一種新的抗爭方法 這種方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下面我就先請大家來看一段錄像,看看他們是怎麼做的 在這走啦! 衝擊立法會! 衝擊立法會! 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同一个社区的反送中运动参与者 在一个晚上就昨天晚上10点钟左右 同时在自己的房子的窗子边上喊口号 他们喊的口号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但是大家不要小看这种抗争方法 因为这种简单的方法里面 蕴藏着非常巨大的政治能量 在历史上这种方式曾经起到过巨大的作用 在上一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南美洲 有很多国家都是被极右派的军阀统治的 那些军阀非常凶狠 对反对派的这种镇压那是极其残暴 成千上万的反对派人士不是被关进监狱 就是被处决 还有更厉害的 还有很多人被失踪 在治理一个国家就有三千多人被失踪 那么他们失踪到哪里去了呢 宪兵队把他们压上飞机 然后把飞机开到太平洋上空 然后把他们推下飞机 让他们的葬身大海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因为这些军阀非常残暴 那军队的武力又很强大 林兵游击队根本打不过这些正规军 老百姓就处于恐惧之中了 不敢行动了 所以呢有一段时间反对派很难组织起游行集会 怎么办呢 他们后来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让同一个社区的反军政府的这些人 大家约定一个时间 通常是在晚上一起来敲锅 一个社区敲锅的声音响起来之后 其他社区的人就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等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之后 他们也加入了这个敲锅的队伍 所以敲锅的声音就从一个社区传到整个城市 然后从一个城市传到整个国家 最后从一个国家传遍整个南美洲 让南美洲的这个民主运动 在最残暴的这个军阀的统治之下 依然能够生生不息 能够坚持下去 到了80年代后期90年代的时候 大多数南美洲国家的这个军政府都被推倒了 民主制度都确立起来了 敲锅抗议法功不可没 那这一次香港人推陈出新了 他们约定在晚上同一个时间喊口号 这个比敲锅抗议法就更近了一步 可以说是敲锅抗议法的2.0版本 也就是说明了香港人 他们的组织能力比当年南美洲的人更加厉害 一起喊口号要比一起敲锅需要更好的组织配合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们是通过电报群来组织的 他们在电报群里面商量好了敲锅的时间地点 喊口号的时间地点 还有一起约定好了喊口号的内容 最后一起来呐喊 我们相信这个方法一定会推广到香港的各个社区 香港的反对派 他们如果都掌握了这个方法之后 每一天晚上都可以 整个香港都可以想起反专制的呐喊的时候 那反对派运动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我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道理 现在林郑月娥已经公开表示了 绝不让步 我相信没有中共的指点 只是他们是绝对不敢这么说的 这符合中共过去一贯的风格 那么他们不让步 香港的反对派也不让步 那么中共和林郑月娥他们会怎么办呢? 他们会采取哪些方法来镇压这次反送中运动呢? 现在已经有人放风说了 说林郑月娥要动用紧急法来宣布戒严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香港的这个毛左派 他们发动武装叛乱 当年的港英政府为了压制暴乱 就制定了这个法律 现在林郑月娥想用这个法律来压制 镇压这个和平游行集会 那用这种方法 他们就可以逮捕 可以关押游行集会的那些组织者 关押那些勇武派的那些年轻人 如果是反送中运动 这个时候不上街了 那他们会怎么办呢? 他们怎么样镇压他们呢? 大家要记住啊 上街是为了表达民意 但是上街不是表达民意的一个唯一的方法 现在香港人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了 不用上街 照样可以表达出强烈的民意 而且呢 这个方法非常有感染力 非常有传播力 非常有戏剧性 运用这个方法之后 警察你根本就镇压不了他们 因为不可能有任何法律 任何这个条令来禁止人民在家里面喊口号 不仅仅是香港的警察不能镇压 即使是中共派出军队了 用机枪坦克都不能够镇压这场运动 你中共难道能够派出几十万军队到香港去 挨家挨户的去搜查这些反对派吗? 当然不行,你难道有那么多的警察去确认 谁喊口号了,谁没喊口号?根本不可能 所以说呢,这种方法可以让参与者 完全不用承担任何风险,没有风险 所以这个参与的人就会非常多 比参加游行示威的人会多得多 香港有200万人参加游行 那就会有400万人 甚至是更多的人参加晚上一起喊口号 而且这个方法不需要任何的人力物力的成本 大家甚至都不用出门了 只要每天在自己的窗户边上 用15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就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意愿 就能够和其他的抗争者连成一体 就能让整个城市的这个反对运动连成一体 而且呢,因为是没有成本的 所以说呢,他可以无限期的坚持下去 直到最后取得胜利为止 当年南美洲的这个反对派就是用这种方法 拖垮了军政府 香港的反对派呢 也一定能够用这种方法拖垮林郑月娥 林郑月娥可以说败局已定 更重要的是这个方法呀 它本身具有戏剧性,具有扩张力 它可以向大陆传播 现在香港人已经把这个方法演示出来了 希望有心人都来向大陆传播 大陆有很多大规模的这种群体性事件 那种几千几万人参与的这种群体性事件 比如说像我们熟悉的乌坎事件 还有前不久刚刚发生的湖北洋螺的事件 这些事件都是整个社区 甚至是整个城市都参与的事件 这样的事件就特别适合用这种方法来做 一旦用上了这种方法 那中共的武警警察他们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你任他派多少武警警察 你都不能够把这场运动给镇压下去 这就是以柔克刚的办法 这就是Be Water的办法 希望香港的朋友大家都来帮忙 向大陆传播 也希望大陆的朋友向各地的维权群体来传播 这个方法在中国传播开了 那么今后每一起的这个维权事件 都有可能成为颜色革命的首逸之战 都有可能成为民主转型的一个起点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同意我观点的朋友请点赞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请订阅 也希望大家留言发表意见 一起来探讨反抗专制的道路方法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下次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